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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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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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這次去到6月就穿100之後再殺下去 去到83.4才雙力 在臨星之前那幾天好像沒有離神器 繼續想跌 今個星期升上來 這件事就有份功課 看看合不合理 那天升上來就是無端端就炒他的 Apollo Go 羅伯快跑 用這個原因 就是羅伯快跑會成為百度的一件新的東西 一個新的元素放進去就當作是好消息 但這個好消息合不合理呢 首先要給一些背景資料 如果大家有聽過的話 坦白說之前沒有的 是那天才開始了解什麼是羅伯快跑 英文名就是Apollo Go 那這個就是百度旗下一個就是叫做無人駕駛一個的 要成為商業化模式的運作 那在現在 他自己說已經在11個城市 就已經是有他的無人駕駛的汽車 就是做生意的了 那累積的訂單 就是由 已經有超過600萬訂單 就是由開始至現在 2017年開始到現在 已經有超過600萬訂單的了 那在影響力方面呢 就是有很多人跟他合作 也都是有很多人跟他開發這個軟件 那在北上廣深之外呢 重慶武漢成都長沙合肥羊泉污鎮 好這些資料 你看到他的佈局是怎樣了 值得一讚呢 就是百度很政治正確的 畫這個中國地圖呢 記住畫中國地圖 要加上旁邊那個 才行的 然後就是以前畫台灣就算了 現在南海的問題也要大家留意 要畫下去 經過很多年的發展 汽車的已經換了六代 2013年開始 他最先用越野車 叫做小紅 跟寶馬 改裝車 跟奇瑞比亞迪北棋的車改裝了 然後後來用了美國林肯的車來改裝 因為這個車其實不單止是 百度來改裝 其他很多用無人駕駛 都用了林肯這個車款來改裝的 之後去到紅旗 然後就是 去到2021年 就開始已經是 開始準備這些車 是自己量化去生產的了 而第六代 現在我們見得到 就是今時今日 在很多視頻都說 RT6就是和江寧汽車 江寧汽車是一間江西汽車廠 和50零合作的 叫做江寧汽車 就是現在看到 2024年第六代這個車款 RT6 這個RT6 就是還未再說 無人汽車 是不是真的可以大行其道之前呢 其實美國 比中國 已經是 早試行了的 其中最早試行的 就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 Robotaxi Tesla是GM 通用汽車 它是在早幾年 已經有Cruise 這個無人的士 這個無人的士 我給大家看 其實是失敗的 因為 出現什麼情況呢 去到十字路口 車會停了 有些車自己會追撞過去 最後就是要在加州那邊 接近撒停 或者將整個服務 是要切一半 就是 事源到最後 撞到消防車 救急的消防車 就被那輛無人的士撞過去 那個解釋 GM的解釋 就說因為 那個十字路口 他們那些 信號受到干擾 還有無人的士 還有一個救病 就是因為 那些年輕人 以為那輛車真的沒有人 就在裡面搞事 是 你看香港也見過一些 視頻 在客貨車 以為過隧道沒有人看到 誰知道被人拍了 那些年輕人以為 無人的士真的沒有人 那我就想起有一部電影 烈火青春 不知道大家看過沒有 就是這輛電車 我還想起 另外一個 有批人坐的士 以為沒事 誰知道就出了大件事 一對男女 搞到很大件事 這些無人的士 在美國 GM一個這麼有歷史的品牌 出現的 也是出現問題 到底 在全世界來說 是否可以 這個我們再推敲下去 這次百度 所做的這個無人駕駛 其實他面對很多對手 在外國方面有 Alphabet的Waymo 現在Tesla這次的 8月8日 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呢 也不知道 所以股價昨天就倒下來了 在中國其實更加多 即不是 百度是單一的 開發商來的 百度雖然發展到第六代 其實其他的那些 有阿里巴巴背景的 Octo X 另外有小馬智行 小馬智行剛剛就是 新聞就是 看到就是 我們的政務司司長都是試坐過 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企業 都在做無人駕駛 證明這件事 不是一個 低門檻 不是一個高門檻 但是 很多人一起都在做這件事 因為很多人在做這件事 就擔心了 所以看回百度的圖 如果是單一 那天是炒 蘿蔔快跑 好 接著這幾天繼續都是 將這三棍上來 夠了嗎 如果單一 只有蘿蔔快跑的位 如果單一 那當然 我覺得就 夠或者下味 是的 炒三棍 是的 當然 百度這一刻上 他 尤其是 向下打破位之後 再勾上來的 可能不止這個因素 看看還有什麼因素 你要記住一件事 他之前去年 炒民心一言 炒AI 是的 那時候都是 八九十元起步 現在是回到原位 其實 民心一言的 憧憬 是未在這個股價上反映的 香港也有一架 除了炒無人駕駛 說你會有AI 想起百度之外 今個星期也有一隻新股 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他了 就是如期出行 給大家看看9680這個圖 35元招股價 上市三天而已 第一天在水底 第二天升上去 水 35元 接著今天又下來了 這個就是號稱 在香港上市的第一隻 無人駕駛股 那我不去了解 他的股價走勢 因為新股沒有興趣 但是在招股書 就有很多資料看到 給大家一起看看 無人駕駛 這次他在敲羅儀式 他請了很多 敬人 除了廣氣集團董事長出現之外 總經理也有出現 還有 政府官員 是廣州的政府官員 因為其實要給一些背景資料 如期出行 其中他所用的車 廣氣提供 廣氣賣的車給他提供 所以廣州的副市長 廣州的交通的運輸部長 金融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 都出來了 去撐牆 騰訊也有入股 這間公司 有一樣東西 看看 無人駕駛的的士 市場 在中國是如何 在招股書裡面 他講了一樣有趣的數字 大家可以看一看 因為現在網約車都是有人駕駛的 有人駕駛的出租車的士 和網約車 或者robotaxi 到底運營成本是怎樣 因為要開發是花很多錢的 最先的成本 如果在2019年那些 就非常天價 但是現在到了2024年 運營成本 他預期在三年之後 會慢慢的黑色線跌到藍色線 因為 他們覺得 在成本 人工就會增加 但是這些robotaxi 是死物 不需要人駕駛的 人工是可以只會越來越便宜的 除業科技 看看你信不信這個模特兒 第一 成本遲些會低於無人駕駛 現在雖然比 要請司機去駕駛 但是科技的進步 會令到 他的成本只會越來越低 第二件事他就會說和同業比較 他在這裏挺有趣的 看同業比較 第二的 他現在號稱他在大灣區 是佔他第二位的市場份額 但是你看 他佔的市場份額5.6% 和第一的距離真的很遠 第一是56.6 他就說公司A成立於2012年 總部位於北京 曾經在美國上市 是一家 出行服務的平台 看看這個貼士能否猜到 跟公司A相比 有跟公司B 公司C 公司D 大家如果是放大一點 在手機看或者電視機放大一點 公司B是2015年在蘇州的 公司C是2019年在南京總部的 然後在2014年我檢查了 就是接下來會在香港 申請IPO 26元招股價的滴答 我找了公司A B C是哪幾家 我自己猜 看看大師你比我更厲害 從這些數字 提示 我找了這幾個答案 看看評論是否正確 2012年成立 總部位於北京 曾經在美國上市 滴滴出行 是 滴滴出行 上市 在美國要退市 這個就是滴滴出行 原來滴滴出行的市場份額是這麼大的 他佔第二位 其實 等於他的十分之一 如果說是交易額 人家只是大灣區 270億 滴滴 但是這家 on time 如期出行只是27億 十分之一 公司B 是位於蘇州2015年成立 我找到一間 曹操出行 如果有經常去內地使用的話 可能大家有聽過 我經常去到內地 說 對呀 曹操出行 然後公司C 是一間叫做T3的 在南京做總部的 叫做T3出行 接下來香港會有第二間 網約車的平台上市 2559 未上的 滴答 所以他給你提示 對的 他也是未上市的 是2014年成立的 這個就是你看到市場的份額 在大灣區 因為大灣區發展蓬勃 還有大灣區 是排第二位 大灣區第二位 其實你看 大灣區排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是打到頭崩壓裂 可能只是叮噹碼頭而已 第234 在交易額 或者市場份額 如果他用了全中國的出行服務 他也有在招股書裡面說的 很快就給大家看看 他公司A BC都有齊 他多加幾間的 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找了我的答案出來 大家看看是不是 但是有一個我真的找不到 排第十位 成立於2015年的公司J總部位於北京 提供網約車、汽車租任 和企業服務 也是未上市 我這裡找不到 如果大家找到就告訴我 是的 我想說一樣的問題 就是 網約車 成本不輕 但是現在你講的 百度說他那個 新第六代的車 他唯有一個 這個車 是賣二十萬六千元 不是說是 是車價二十萬六千元 是成本他講得很便宜 是 那麼他接下來 在武漢有之外 希望成為一個 賺錢的模式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件事是挺難的 因為你從其他 還沒那麼快 因為他跟其他 比如滴滴或者其他不同 別人不需要 自己製造車 是用市場上有的車 因為他要做無人駕駛 他要自己 生駕駛出來 雖然說成本是二十萬六千元 你一 一百輛車 就是二千萬的 是不是 一百就二千萬 一千架就二億了 是的 那你 只是現在是試行的 一千架而已 如果你全國都要有 或者大城市都要有的話 以萬架來計 是的 那個 變成 好像 你本來要做生意 我在商場租來租單位 現在不是 我要每次買單位才能做到生意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網約車 如果全部是用了 無人駕駛的話 現時那些司機就沒有生意做了 這個其實才是最大的問題 科技是會 取締人類 做大了失業率 是的 這個對於中國的失業率 可能會很大影響 因為現在做網約車平台的 駕駛的司機 有些數據說 六百幾萬人 起碼 你無端端如果要這六百幾萬人 一半 假設一半是 被人淘汰了的話 很大件事了 這個當然啦 這個進展是在走 但是 你說會有幾快速度呢 始終都是 未知數 但是只是香港 你只是說 Uber這些網約車 是有人駕駛的網約車 都已經是搞了 的士司機 咬咬聲 如果有一天 是 一架車來到 已經是懂得 自己到處去走 去接人 連 Uber司機 的士司機 都被淘汰了 對呀 那這個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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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要是你就不要做 一做你就 一定是有這樣的結果 所以看看現在的AI那個盛行會怎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炒 Tesla用 Robotax 的話 其實都是面對同樣的問題 對呀 不值得過往11天升那麼多 其實你想說的就是 這下的升是不是假象 還有 是不是這個結果 真是 那麼 滿意呢 其實未知之數 是 那當然啦 如果純靠這些 因素來升的 比如Tesla 我覺得就 應該 升完之後 都是跌下去的 嗯 那剛才所說的那些呢 很多人都應該有用過了 有個二貓示範 曹操等於吉里 是啊 其實呢 每一個 那些是汽車出的那些服務平台呢 背後都有一個車廠去backup 那譬如曹操就是吉里啦 那另外 還有其他 9680 如期出行呢 就是剛剛香港上市 就有廣氣做backup 然後 還有 T3出行呢 就有中國一汽東風汽車 長安汽車做back 是的 這個 加上這份功課 就給你 看看 現在無人駕駛 到底 在第一技術上 是不是安全 第二 就是一個 那麼密集的 投入的 資金下去 到底什麼時候 才真的可以幫到 公司賺到錢 還是目的 其實都是賣車呢 因為其實 那麼多的網約車去做這些平台呢 他背後都是有 一個 汽車廠去backup 住他 希望他的車 可以 賣出去之後 有人可以做 其實看 無人駕駛 我覺得 還沒那麼快可以成行成事的 現在都是 試驗的階段 而試驗之中 會不會有些的意外 令到 技術上又要再轉移呢 再研發多些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還有再想多一件事 就是剛剛 如果這幾天 是真的 百度炒 這個 羅伯快跑 這個原因呢 由八十幾元 列口升上來 接入一百 你再加上 昨天 Tesla 傳聞說 將8月8日 那個 Robotax 要延後 等他多點時間 準備 因為大家 記得 是 Robotax 這件事 是期待在中國 實行的 那時候特地特斯拉老闆 飛去中國 不去印度 都是因為 搞Robotax 這件事 那會不會是 在國家 層面上 這個 AI 人工智能的 無人駕駛汽車 那個發展的速度 是需要 減速 呢 即不是 不是說要 特別刻意 要將它減慢 而是 基本上 技術上 還要 一段時間 去試驗 去成 所以 其實現在的發展 你是有 有些車 在試 但是 真真正正距離 我覺得距離 真的可以全面性用 其實都還要有時間 是的 其實 很多 的視頻有拍到出來 就算羅伯快跑 那些無人駕駛 去到那些十字路口 或者是前面有人駕駛 有人駕駛 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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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股價計呢 其實就真是未反映的 好 就這麼多了 好啊 差不多了 這個禮拜都OK 大家很擔心 因為怕星期四五不好 誰知道星期四 絕處就 上來 下個禮拜 禮拜一是可以的 根神 禮拜二 都OK的 新智 禮拜三 四 禮拜三就反覆 禮拜四 要小心一些 貴味 應該可能 整個市會跌的了 下大 只是跌一天而已 星期五夾身也好 再之後禮拜一呢 再之後禮拜一大暑 兵害 可能 摸上個頂了 應該 那麼快 不是 摸一個頂 摸一個頂 如果這樣 下個禮拜三中全會之後都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的 三中全會 但是我想下個禮拜三中全會 反而過市的波幅未必會太大 最後再給你多一點 剛剛今天就說繁花結局 最精彩的是如果跟股市有關 第28、第29集 這個就是 給大家看看 一個是畫面上僅僅閃過 只有三秒左右 保總就要幫這間上海服飾公司上市 上市編號100825 在1994年1月2日 在蒲江證券報 大家如果看28集是看到這個畫面的 但可能閃得太快 裡面到底有多少真有多少假呢 第一 是沒有蒲江證券報的 是有上海證券報的 1994年1月是沒有上海服飾公司上市的 但是內地是真的有一間公司 就是上海服裝公司 是有的 上海服裝公司 那個外形 就是在外形 和標誌 你再看看標誌 上海服裝公司 標誌是藍色的 和在畫面上的上海服飾公司 是不是很相似呢 由個SF 變成了 這兩個字 有一個圓圈 大家有一個圓圈 然後有兩個英文字 那個實地的場景 就是 這間公司其實是 前身是上海服裝公司集團 都有一個挺特別的 這個位置 原來是以前 是第一間的開公司 是先師百貨 在中國開的先師百貨 為止 是 去回上一章 給大家看一件事 數據上面 那它就是 1994年1月10日上市 上市發行價是5.4 5.4這個發行價 原來就是和上海服飾公司 是一樣的 是 為什麼 這個上市編號 他選擇 100825 那大家知道上海的股票 是不是一字頭的 是6.0.0 那你發現 有一件事 去第三章 上海 那間服裝集團 在1992年上市 那時候叫上海 時裝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之後 是在1994年成立的 1992年成立 1994年2月上市 上市編號是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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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 黃家衛就玩了 1008.2.5 變上海服飾公司 最後補充 這間公司 去到2000年 就改了名叫華聯超市 跟香港那個 沒有關係 在6008.2.5 去到2006年 6008.2.5 Frankey Wong 這個不是幫TVB賣廣告 是想告訴人 王家衛做了多少功夫 在繁花裏面 關TVB什麼事 所以Frankey 這句說話 我是不能夠認同你的 我只是覺得這套戲裏面有很多值得大家欣賞的地方 尤其是投資的智慧 這句說了很多 等同 當年的大時代 或者世紀之戰 懂得欣賞的 其實說真的 我們一直說的東西 哪有賣廣告呢 還有他已經今天做完了 我不會叫你現在 最多你說我幫我賣TVSuperGo賣廣告就說 如果我在事前就是 今晚記得看 什麼《繁花大結局》 裏面就有說這些這些 我就說賣廣告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都很佩服 佩服那些人 網絡上的人 無論如何都能逮捕 但是 總是以禮還字曲來說 都能逮捕來攻擊你的 所以 TVB是原罪 尤其是在2019年 我們TVB新聞報的車 全部都黏了白色的 要刻意用白色的貼紙貼著 TVB標誌貼著那三條的卡拉巴 就是 那時候2019年 走出去被人打的 我們是 所以這些 一看你Frankie Wong 就知道你黃了 是的 都是的 所以 你看一下 47人按些求情 去到法庭之後 他們又如何求情 還在那裏 繼續做這些事情 叫我們不要分黃藍 你們這些就是很黃了 那些人坐了那麼久 懲教員之後 他們都會改 他們會求情 除了一個 余慧明 瘋的那些人 是的 是的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真是過了 總之 你死你事 是的 好 今天做完了 夠了 OK 下個星期 會遲一點 好啊 好啊 行 沒問題 OK 好 各位 拜拜 免責聲明 Regard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蓋不負責 同時 Regard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gard Finance主持 嘉賓 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gard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 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 Regard Finance 立場 中文字幕- Creed